一样的事 13点40分48秒 小静出现在的画面中 他刷了公交卡 上了这辆5035公交车 就看着他提着一个手提袋的 身上的衣着 套着上牛仔裤 那个板鞋 加了一个垫子 这个一整个的这个型 这个一整个容貌和这个体貌特征衣着 和我们现场发现尸体的 身上就穿着的衣服是一模一样的 车的另外一处监控显示 小静上车后 车厢内的空座还比较多 于是他选择了一个 中部靠右的一个单人座位坐了下来 并把随身携带的布袋放在了地上 这一路上 小静或是望着窗外 或是低头打着瞌睡 并没有和任何人交谈过 就这样 大概坐了40分钟 14点18分22秒 公交车停靠在了小东门站 视频中 小静起身往后门走准备下车 当他发现后门人太多 下不去时 又折返到前门 在车前门的监控录像里 可以看到小静是从这下了车 小静下车的时候 和他下车当时乘客给你有 但是没有人说是非常可疑的 我也随着他一起的 小静下了公交车后继续往前走 似乎是走向接下来要乘坐的长途中巴车的方向 14点18分46秒 小静最终消失在了公交车的监控里 在案发现场 经过进一步的现场勘察 警方发现了几处重要的线索 在小树林里 一块没有被树叶覆盖的泥土上 有一枚新鲜的鞋印 大约41码 另外 在龚小静的身边有两条白布 其中一条浸染了血 警方将白色布袋送到公安部 物证检警中心进行检验 混合DNA分音是指 两人和多人的DNA成分的混合 随着检验的深入 证据被不断的发现 地上的刹车印宽的地方 大概有15厘米 这种宽度的轮胎 在机动车里 是四轮小型面包车使用的最多 送到公安部进行抵对的鞋印 也跟三款分别产制上海 广东浙江鞋厂的产品对上了号 三款鞋都不是特别大的名牌 在所有的证据当中 唯一的物证 是那两条白布 都是长150厘米 宽30厘米的 两块白布并不厚 一块沾染了血迹 一块没有 这到底是什么布 用来做什么的 它又为什么会出现在现场呢 所以说现在追踪校布的来源 对追踪嫌犯来说 无疑是最为有效的方式之一了 通过警方调查 把那一个叫做胡继经的人浮出了水面 之所以锁定他呢 一是胡继经家中近期曾经有人去世 二呢 是他不久前匆匆卖掉了一部面包车 那么这部面包车会有什么蹊跷吗 警察悄悄地找到了那辆车 现在的车主出示了交易票据 一看果然就是胡继经卖的 日期显示 胡继经是在案发后不到半个月 卖了这辆蓝色面包车的 买主还说 买回来后他发现 车上的很多地方刚换了新的 那么胡继经又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胡继经很快就在他打工的场子里落了网 到案之后 他承认了他的所作所为 小静正是死在他的手下 寻找难度最大的是作案工具 一把匕首 胡继经说 作案之后 他把匕首扔进了回家路上的一个池塘里 要把这个血塘里面的水 全部要拍干 再在这个血塘里面 再来找这把刀 现场的那枚鞋印也有了着落 正是胡继经到案的时候 脚上穿的那双运动鞋所留下的 而龚小静最后离家时 所拎的五纺布袋 也在胡继经回家的沿途路边 被找到 2014年5月28日 龚小静被害案 在湖北省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开庭审理 警长 工作人首先宣读起诉书 描述了龚小静和胡继经见面的情景 原来那天龚小静返校的路线和平时一样 他在家附近坐上了503路公交车 然后换乘到葛店的中巴车 下午16点左右 他的葛店镇下了车 但是从这里到学校还很远 有10公里的路 而这返校的最后一段路上 当时没有开通公交车 很多的一些村里的人 他就自己买了这面皮车 或者上的麻木车 然后专门在这车站附近 就是载客 胡继经的面包车 就是用来跑出租的 那天他正在葛店街上等客 他遇到了下了中巴车的龚小静 龚小静上了他的面包车 据胡继经说 到了学校 胡继经准备下车 两人却因为车费产生了争执 胡继经一怒之下 把小静绑了起来 用的是放在车头里的两条校布 那是他前两天 参加姨妈的葬礼池拿到的 一路望南 胡继经带着小静 来到了椅子山的小路上 这血腥的一幕就在那里发生了